《往生極樂》 要具備什麼條件? 念法 古來祖師大德跟我們講 靜宗三個條件叫三支糧 我們想往生西方紀錄世界 必須具備那三個條件 那三個條件不具足 就算一日念十萬聲份號 也只是同西方淨土結局善緣 這一生絕對不會往生 這個道理我們要懂的 那三個條件 第一個就是信 第二個是願 第三個是行 所謂行 就是斷一切惡修一切善 老實念佛 古人又說老實念佛是正行 斷惡修善是助行 這句話說得 亦有道理 但是更重要的 連此 連此偶憶大師都教我們 正座不義 正座相受 不要將助行 我們才會有成就 三支糧 第一個既然是信 既然是信 信什麼 教下一般講 信諸帝禮 信忍牛肉 與一切真理 這句帝禮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真理 真實的道理 你要相信 信 信下面一個叫忍 忍這個字 用現在的話來講 就是肯定 我信了 但是還未肯定 這種信不算得是跟 你有信 這種信無根 不僅要肯定 還要愛好 你相信 你肯定 你不喜歡他 有什麼用 到好喜歡 好喜歡 如果不將他落實 還不叫做根 後面有個欲 欲是欲望 將他變成自己的欲望 我們現在用淨土 來講 我們信阿彌陀佛 我們信極樂世界 我們信了之後 我們心裡肯定 愛好 確確實實 變成自己的欲望 我一定 想生極樂世界 一定欺求 親近阿彌陀佛 這種信才叫有近 如果沒有一個強烈的欲望 想求生 想親近阿彌陀佛 你那種信無近 雖有信無近 雖有信無近 由此可知 古人講 念佛人都 往生的人少 我們不是就明白了嗎 為何往生的人少 修念佛法門的人 我們知道他都信 但是能否肯定 就未必了 舉個最明顯的例子來講 我們現在修淨土 以無量授經匯集本 在台灣 在中國 有些人對匯集本 提出質疑 於是很多念佛人信心動搖 這就是他有信 他沒有人 下面兩個字當然就更沒有了 如果沒有人 提出異議 或者他那個信慢慢能培養成 亦能往生 那些提出異議的人 將那些人的善根破壞了 各位要知道 那些人破不了佛法 也破不了善根深厚的人 只有善根薄弱的人 被他全部破壞了 因為善根深厚的人 他有根 他的信有根 他不會動搖 講得再有理 他亦不會動搖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訂閱頻道 開啟小鈴鐺 也可以掃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